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中国医押大学副社医院 中医家庭及社区医学科主任黄国青 随着台湾步入高龄社会 长照与居家医疗的需求逐年增加 许多弱势及行动不变的患者 无助地在家中或机构内等待着医疗的到来 中医对于老人医学及互健医学有其独到之处 医疗服务的内容更具人本精神 中医借因主动将其自身所擅长之处 推广与社会有需要的族群 今年是网络计划的第三年 中区在赖荣年副院长的带领之下 计划的执行已经打下了良好的登机 我们的服务咨询专线符合条件的患者 一通电话服务到家 我们到偏乡地区定期寻回医疗 我们办理中医药预防医学讲座及卫教活动 将中医的知识推广出去 我们建制的网络平台 帮助大家更快地找到您所需要的中医医疗服务 今年中医也开始到长照机构注点 也办理了照顾员的卫教课程 一步一步地 中医的社区医疗 居家医疗及长期照顾 正在落实中 我是林佑纯医师 我们在中医居家医疗的部分 经常遇到有三管流制的病患 那我举一个例子 一个七十几岁的阿嬷 因为肺部的瞿郡症 这是一种黴菌的感染 导致呼吸衰竭 那当初也是需要插管的 后来呢 他在住院的时候呢 有积极地做附件 他的插管可以很顺利地移除 那他的鼻胃管呢 也经过附件之后呢 可以很好的移除 不过唯独这个尿管的问题 他在住院的时候呢 曾经试着尝试了三次 可是都失败 所以后来他回家的时候呢 还是带着这个尿管的 那我们到他家里去看他 这个阿嬷他的心态非常的积极 然后他的活动呢 在家里也会持续地来做附件 那我们到家里呢 其实旁边都会有 他的家人跟孙子 小孙子在旁边看 所以我们就帮他做针灸 还有爱灸的灸疗法 那后续呢 我们也有一些药物 然后还有足域的帮忙 那这阿嬷他非常特别 因为他家里有一个小院子 所以呢 他又喜欢这些花花草草 我们就藉由 他的这个兴趣来协助他 因为要照顾这些花花草草 所以他的体能又要 渐渐的越来越好 可以去提水来浇花 后续让他的症气呢 回来充足之后呢 除院过后三个月就可以 顺利地移除了尿管 我的姓名是欧世成 我们今年这个在机构的中医服务啊 是比较特别的 我们接下了这个加医护理之家 他的病患大部分是以卧床跟做轮椅 还有失智的患者比较多 那如果是在中医的方面呢 其实我们主要是要弥补一些西医的部分 做的比较不那么足够的部分 比如说我们第一个介入的就是 常见的泌尿道感染 那我们知道说这些老人 他常常会有排尿上的问题 那尿管的放置 他其实就是一个高危险的 泌尿道感染的主群 那其实中药在这一部分 有蛮好的疗效 那第二个比较特别的是 他其实有蛮多失智的患者 严重失智患者他到后期 他会有一些沾望啊 妄想啊 甚至会四处游走 晚上不睡觉等等的 所以造成家人的困扰 所以他会把他送来机构这边 那其实有几位失智的患者 他在服用中药之后啊 他那个沾望的现象 还有游走的现象 其实也有明显的减少 那比较另外一个大宗的族群 是中风的患者 有些中风之后 他因为就是需要卧床 需要人家帮忙协助生活之类的 那我们其实中医在介入之后啊 我们除了中药之外 也会给他针灸 这部分也会帮助他肢体的恢复 那另外也会帮助一些 卧床的病人啊 他可以减少他的关节软缩 等等的一些问题 我觉得在一般机构来说啊 就是我觉得沟通变得更为的重要 比如说我们一般中医师 我就在诊间看病患的时候啊 有时候你跟病患的沟通 是在诊间当下就已经完成了 你会跟他达到一个医病的共识 然后进行治疗 可是你来到机构的时候 有时候有点不太像是这样 就是第一个你要先获得机构 这边的一个营运模式的许可 然后跟他行政作业上的配合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反而是 你除了要获得病患自己本身 意愿之外 其实跟家属的沟通 会变得非常的重要 所以其实我们的收案量没有很大 原因是因为我们花了很多时间 在跟病患上的沟通 我们通常目标会维持在 他不要再发病 他的生活状况可以维持 你现在再继续 然后至于他能够赋能到什么程度 这个部分就必须你要 很深入的跟家属去讨论 那这样才会符合他们的期待 是什么原因 我还有一点 我只能做了 那个人 就是三个月 和大家vs一样 就这么多 了 我真的不想 可以 我一直看得到 我真的没人 懂 我 我 說 其实一般来医院的患者 他们通常行动上面还是相对比较方便一点的 那在我们这种偏乡或者是社区医疗的患者 常常他们都是不太不良于行 或者是不太有条件外出看诊 那我们在这样一个据点 常常可以让民患有一个比较方便比较便利的一个医疗资源的获得 那我想这是一个服务上面很大的差别 一个是患者来找医师 那在这边的话常常是医生来为我们的患者服务 到他的空间场域 那我想这样的话提供出来的便利性 确实对于患者或者是他们 比较有移动限制性的那种患者 比较有大的帮助 在我们中国服务已经有大概七年的时间 那在偏乡这边也服务了大概四年 那我们换到这个名德 为了我们中国服务已经有大概七年的时间 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 其实偏乡我们都知道这边原住民不少 他们的工作形态常常都是要负重 那也从事比较危险的可能阴架或者是果园山坡 这种需要在比较特殊的工作环境下工作的状况 相对的他们的工作风险也比较高 很多年轻我们觉得大概中年而已 那个膝关节啊髋关节腰椎开刀比比皆是 那感觉就是他们的生活上面的劳力劳苦的那种程度 比相较于都市确实高非常非常多 那相对的他们也会有比较早期的一些关节退化的这种症状 那么这是跟我们在都市上面看到的患者 比较不一样的 中医在这边我们可以做一些手法 调整矫正用一些针灸然后用内服药 像我们这边也有提供直接现场可以包药的一个服务 能够给患者的改善我们就尽量的把它全面化了 WACARE一直以来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用科技把这些医疗 照顾健康的姿势带到居家带到偏乡带到社区里面 我们在过去这些年来的努力耕耘 实际上现在已经有将近四万多个民众长者参与这种线上的健康处境活动 那这些长辈他在使用上 因为他过去本来就已经有很多参与线上这种互动的经验 特别是在疫情的期间 所以在这一段时间他们参与的也非常的顺利 所以像我印象很深刻 8月30号那一天的马培德医师的课程 他就有888个社区跟居家长辈报名参加 那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 以前在线下是不可能找到这么多社区跟民众来参与 线上他就可以很快速地传递这些知识 所以我发现大家在中医的课程的参与上面 会比西医的部分会更热烈 而且在讨论上也会很丰富 那他们对于中医 他的自我操作面这一块他们非常的喜欢 有时候西医可能就是诊断、处置、给药 那很多治疗是要透过专业的仪器 但是以中医来讲很多是保健项目的部分 像最近有一门课很有名就是在做眼睛的穴道按摩 那一堂课大家回馈就非常的好 那这些年来我们现在已经努力到 已经将近有500多个社区 就偏乡或者是都市社区 是透过Workcare常态性地在使用这样子的 健康处境的学习、培力 那我们也希望未来能把这种数位模式 更加的推广到更多的不同的领域 那在中医这一块我们也很期待 能跟这一次的计划团队能一起合作 然后把这些中医的知识 能透过我们这样数位的平台 传递到更多的偏乡 或者是更多的长者照顾的据点 甚至是居家里面 那更多人也能了解这样中医的相关知识 我觉得中医师在未来 就是走出诊监这件事情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尤其我们这个社会 它开始要进入超高龄社会 越来越多的患者 他不见得走得出家门 那我其实是非常乐见 健保署提供这样一个计划 我觉得对中医师的普及 对民众对中医的使用情是非常有帮助的 我觉得很有意义 因为它除了让年轻医师只待在医院之外 其实我们可以走入民众的生活里面 帮助民众提供比较急切的一个服务需求 那再来就是 但期许疫情赶快过去 这个疫情一起大家都人心惶惶 民众都很紧张在这边 那我看得到说那种 有些时候他们那种看诊的那种 那种急迫性 那这确实也是我们在这边看到的一个情况 计划执行的这几年 正好遇到了新冠肺炎的肆虐 今年的影响尤其光泛 疫情的阻隔 我们遭遇了不少的困难 却更加感受到 民众医疗照顾的需求 不仅仅是在诊间内 在此也特别呼吁 我们需要在基层服务的中医师 一起参与 基层诊所是社区民众健康的天上 就在需要服务的民众身边 我们办理培训课程 联请多位具有实物经验的中医讲师授课传承 协助大家落实中医居家及长照医疗服务行动 请加入我们一起努力 让所有需要中医医疗服务的民众 都能克服限制 获得所需要的医疗照顾 让中医造物网络 能够推浅至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